二的一些关于一些挖矿的一些产品 然后我们也都是有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之前一直也在跟大家在说的 这样一个百分百兼容以太坊的开发环境 以及保留substreet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 并且支持高定制的智能合约的虚拟机 这样的EVM 我们现在是已经上线了 并且已经有很多的DEP在我们的EVM上运行了 然后这些所有的 因为现在上线的产品 还有我们能够在我们EVM上上线的DEP 然后他们的进展也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我们的EVM 或者是如果您是一个开发者 然后想要在EVM上进行开发 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相关的新闻 我们基本上在每周 或者是在我们的推特上 至少是每个月都会来去做 这样一个EVM的DEP的更新 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在 这样一个相对低迷的市场下 来进行DOT和Kusama的一个操作 在Acala上如何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实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 那么我觉得在一个相对低迷的市场 然后用户在这样的市场当中更看重的 不是说这样的会有多少 特别特别丰厚的收益 尤其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 各种各样安全的风险的事件 相信大家通过新闻也都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样的市场当中 其实更多追求的是一个 没有任何无偿损失 然后相对于低风险 但是收益也是相对于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我今天也就是能够来给大家 比较直观的把Acala和Karua 和市面上的一些交易所 以及波卡官方来进行对比 让大家能够更直观更立体的 来了解我们这样一个 Liquid Sticking的产品 包括主要就是我们的 L Kusama和L Dot这样一个产品 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于我们 这样的一个L Dot和L Kusama 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性 或者是从代码层面的机制上 来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产品 来去帮大家更好的在市面上 来去选择这些 关于Kusama和Dot的衍生品 那么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 我们我相信关注PocoWord的用户 首先它肯定是对于 大家都是对于波卡的网络机制 或者说经济模型 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那么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Kusama 或者是我们的Dot 当他想要去获得 Slinging收益的时候 首先他会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必须要把他的Dot和Kusama 锁在账的节点上 所以他就并且解绑的时候 它是需要Kusama是7天 Dot是需要28天 而且你是需要自己去 这样的官网上 是需要自己去挑选 这些验证的节点 然后对比这样的 各种的佣金 收益 然后可能还会存在 这样一个 如果节点挂了之后 还会有这样一个 罚金的风险 那我们对比这样的一个 在中心化的 这样一个交易所上来说 现在有很多的 中心化的交易所 也都推出了 关于Kusama 关于Dot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Sticking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么首先它就是门槛 是大大的降低了 并且它是 不需要这样一个 解绑期的 并且验证节点 也是能够自动 帮你去选择的 那我们Akala 和我们Karula 来去在Dot和Kusama 上去Stinking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一个流程呢 首先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 就是用户将Kusama 放到Karula里 然后我们会给一个 L Kusama 那么这个L Kusama 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L Kusama 和L Dot 是一样都是一个 包含了Stinking收益 然后也包含了 它Kusama本经的 这样一个连本带息的 衍生品的凭证 那么就网络机制而言呢 我们是把Kusama 然后放在了 这样的一个池子里 然后通过池子 来去帮助大家 选择更优的节点 来去产生收益 然后大家在 用L Kusama 和用L Dot的时候 也是可以 这样一个随存随取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总结 我们也用这一张图 来给大家总结了 七个相对于 交易所和Kusama 这样的一个官方 去Stinking的方式的 一个特点 那么首先 我们Karula上 是支持一键Stinking 如果你是在官方 等一下这里 我也会演示 就是如果你是 自己来想去做 Kusama的Stinking的话 你是需要自己 去挑选节点 对吧 然后你还是 需要自己去绑定 解绑 这些都是你 需要自己去上面 确认的操作 但是在Karula上 就是不需要的 就是通过一个 相对于简单的 界面和按钮 然后你就可以把 你的Kusama放进去 然后又非常轻松的 又给你拿回来 然后并且Karula 是完全的去中心化的 那么是完全 是记录在链上的 并且这样的一个池子 它是没有任何人 有这样的私钥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 可以就是通过 第三方验证的方式 拿到你的资产 所以在安全这方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在验证节点 就是我们会自动的 来帮你选择 这样一个最优的节点 并且会来 cover掉你 这样一个罚金的风险 那么相对于交易所 和Kusama官方来说 Karula和Akara 最大的优势是 无论你把你的LKusama 和你的L.DOT 置换成了什么 那么在这样的 我们Karula平台上 你都还是有机会 利用LKusama 和利用L.DOT 来再去参加 其他的底牌协议 来去获取收益的 并且像刚才所说的 在Karula平台上 我们的L.Kusama 想要再换回Kusama 或者是DOT 换回L.DOT 它是没有 这样一个结绑期的 那么参与的门槛来说 Karula上是 没有最小限制的 就是如果你在 Sticking的页面上 它可能会有一个 最小的Kusama是1 然后DOT是5 这样一个最小限制 但是还有一个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直接到 Swap里去换 那么你这样换取的时候 它就是没有一个 最小的限制的 并且我们现在 Karula上的收益 相对于交易所 然后我这里选取的 交易所选取的是Karaken 那么这里的Kusama 官方的 这样给出的一个 收益率是19.6 那么大家也能看到 相对比来说 我们Karula的收益 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 换取的机制是什么样 我看到之前 社区也有小伙伴 来再问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联本代息的 这个凭证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从Kusama到L Kusama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说 从现在的时间点开始 然后你把10个Kusama放进去 那么我们会把100个L Kusama给你 那么在6个月之后呢 然后可以看到 那么你100个L Kusama 再换回的是10.75个Kusama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逐渐的往后推移 在一年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100个L Kusama 可以换到的是11.5个Kusama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比率是上升的 那么简单的理解方式 就是L Kusama 相对于来说更加值钱了 所以说 哪怕你只是拿着L Kusama 或者是拿着L. 只是简单的这样的 就是放在你的钱包里 那么它还是会 随着时间和staking 这样一个周期的增长 它就是相当于 在为你来增加这样的一个收益 就是无论你有没有去参加 其他的DeFi协议 或者是 或者是你拿去做一些别的操作 只要是它还在你的钱包里 实际上你就一直在 有这样一个Kusama和DOT staking的收益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相对于 这也是Akala和Karua 相对于交易所和Kusama官方 PocoDOT官方来说 最大的优势 那么我们最大优势就在于说 我们有非常完整的 这样一个产品的矩阵 那么也就会带给用户 更多的一个DeFi的收益的机会 那么在Akala上 将这样的一个Kusama 换成L.Kusama之后呢 还可以把它来去 进行这样的一个超微抵押 然后铸造我们的AOSD 那么当它铸造AOSD的时候呢 那么相当于是它同时会 你也可以用AOSD去 来去进行参与别的协议 对吧 然后也可以来去看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很多DeFi 然后也可以支持AOSD的 去挖掘更多的市场的机会 然后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那么其中一个我们用户来说 比较最多的一个参与 通过把Kusama 换成L.Kusama 来去进行Mint之后 最多的一个操作 就是当你拥有了AOSD 然后也拥有了L.Kusama 那么你就可以来用这样的两个交易队 来去进行一个挖矿 然后来去根据实际的收益 然后可以来去选择不同的矿池 那么其实就是相对于市场上来说 当你把你的Kusama换成L.Kusama的时候 在Karua里进行一个挖矿的收益的时候 这个收益还会有这样一个Kar的一个奖励 对 然后所以我们来总结来说呢 我们的L.Kusama 它的优势就是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吧 首先它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其次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结绑的周期的 然后你是随时想换 然后就可以换的 然后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去staking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可能我现在对着PPT讲 然后大家不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立体的认知 然后等一下我会来带着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产品的操作 然后大家就会比较了解 那么其中这个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L.Kusama和L.Dot 因为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快速赎回机制的存在 所以在不考虑这样的额外奖励的前提下 那么L.Dot本身所获得的staking的收益 肯定是要比在Pokedot.js上直接质押要高的 那么当用户来去在Karua或者是Akara上参与了Dot sticking之后 那么为了有更好的收益 为了有更好的收益呢 Dot会暂时的放在一个to bond的Poke中 那么到下一个L的时候呢 那么会跨链然后来去进行这样一个bond 那么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池子当中有余额的时候呢 用户就可以去快速赎回 那么先销毁掉快速赎回的手续费 那么剩余部分的L.Dot和L.Kusama会按照比例来去给赎回了的Dot和Kusama 然后从这样的池子当中给到用户 那么手续费的部分就是这样的L.Dot和L.Kusama因为被销毁掉了 所以它的兑换的比例是逐渐升高的 所以说只要有足够多的这样的Dot和Kusama去进行这样快速的赎回呢 这样的相对L.Dot对Dot的比例 它的增速会大于这样的中继链上Dot sticking的发放的收益的比例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在不包含任何外在的奖励情况下 那么无论是在相对比来说 无论是在交易所上还是在Pokedot的JS上 来去参与一整个完整的sticking周期 就会发现Alcala的sticking的服务呢 将衍生品的服务L.Dot和L.Kusama赎回的时候 拿到的Kusama和Dot是高于其他的平台赎回 拿到的Dot和Kusama的 对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演示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报的中文的社区 然后我们现在明天晚上会也会有一个TwitterSpace 和英特类TwitterSpace的一个活动 然后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预告 然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这样的社区 来去填写这样的一个活动的问卷 然后只要是被抽到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我们会从中抽选一些优质的问题 然后再去给予这样的ACA奖励 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在活动还没开始 然后大家可以进入社群 然后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的 好的接下来小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操作的演示 因为刚刚直播间也有小伙伴在问到了 想要了解一下具体怎么操作的 好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Post.js上现在实时的收益 对然后 它现在网络稍微有一点慢 大家如果想要通过Post.js 就可以 想要对比收益的话 就可以进入Post.js 然后按照我这个页面 点Network 点Staking 然后点Target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小伙伴 应该都是播卡的忠实用户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也不用讲 对然后这边好像网络有点慢 让我们直接开始演示吧 对 然后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APP的网址呢 就是Apps Karua Network 对非常的简单好记 然后大家如果输入这个网址 一进来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界面中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Kusama Staking的 这样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收益是26点 26% 对 然后我这里还没有加载出来的 这样一个收益是17% 所以其实还是能看到我们的收益 还是相对于来说高了很多的 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的Kusama的这个操作 是非常简便的 其实就是点这个Home 然后无论是你在侧边栏 点Liquid Staking 还是在这个地方点Kusama Staking 然后在这里输入这样一个数量 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 其实我们的DAB上 给的所有的信息 都给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了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我们的一个 一个Kusama可以兑换到的是 8.2个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一下这个Stake 然后签名一下 好像我的网络有点慢 好 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Kusama 就换成了一个LKusama 然后我们会 如果想要看自己的一个资产的状况呢 就可以点击这个Portfolio的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到 我们的LKusama的数量 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你想要用你的LKusama来去参与其他的协议 然后就可以点击我们的EARN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有交易对 对吧 我们的OSD 就是刚才在PPC当中介绍的OSD 对LKusama现在的APR是45.4 然后 其实我们点这里的Stake 然后如果想要参加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LKusama 然后再换成OSD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挖矿就可以了 或者是如果你有KR 然后也可以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 就是三个稳定币的3Port 这样一个 我们之后在我们的Atala上 也会来推出我们的这个一个3Port 好的 那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就先给大家Carola的就演示到这边 那我们看一下Atala的这样一个操作 Atala的网址呢 同样是apps.acala.network 也非常的好记 那么我们一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的时候 同样的这里的DOT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最小的数量 是最小的数量是5 如果你跟 如果你的DOT或者你的Kusama 数量没有那么的多 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在Swipe里去换 把你的DOT直接在这里换成LDOT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把DOT 然后点一下这里的Stick 然后稍等几秒钟 对 然后现在就是换好了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挖矿 可能在以太坊上的挖矿它是有无偿损失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LDOT这样的一个操作 它是没有无偿损失的 对 所以大家也不用来会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有DOT 然后想要一个 其实我这里操作也是大家也能看到是非常快的 就是你如果有DOT 然后想要一个比较省心的方式 那么你就直接换了之后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资产的状况来去参加相对应的池字 如果你之前是有这样一个LCDOT 然后现在也可以用LCDOT来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各种资产的这样一个挖矿 对 我这边 对 那我这边的操作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就可以了 好的 关于L.L.Kusama 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产品 无论是我们的DEP 或者是我们的钱包 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 害怕点错 或者是不知道不明白这个机制是怎么换的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发起讨论 然后只要是我们 无论是大使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们的预助看到 都会给大家回复的 所以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区 好的 我这边就讲到这边 好的 非常感谢凯莉的分享 然后刚刚其实凯莉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之后也会把这期视频分享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所以你如果想要再回看一下刚刚具体的操作内容 可以到我们PokeWord的YouTube上去找到这一期直播 然后去看一下刚刚的流程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针对凯莉 那接下来阿卡拉会将重心放在哪里啊 近期有没有一些可以透露的规划 对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第三季度了 那么首先我们最重点发展的呢 首先我们最重点的发展的呢 还是我们整个LSD的生态的应用和拓展 因为LSD能够来帮助我们的 就是波卡上面的用户通过来抵押波卡的 无论是DOT Kusama 包括L.LKusama 此外呢 还能够获得更多额外 包括是一些链外的一些流动性 然后其次呢 就是我们啊 现在啊 在啊 这样的一个L.DOT产品 然后我们会来推出这样一个DOT的核生资产 T.DOT 能够让用户来去拥有Staking的收益时 能够兼顾流动性 那么最最终呢 就是我们还会来为很多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提供入口 许多可能公司啊 机构啊 它会啊 想要一个Staking衍生品的服务 然后我们也会来进行提供 在啊 在上个月我们和Coinbase 还有啊 Figment 我们来去支持的一个Avenue的和Akala的一个企业级的合规的 这样一个Staking的一个服务 其实就是啊 像啊 大家看到的这样 就是可能用户来去在App上进行操作 但是啊 对于2B端呢 我们也会推出这样一个DOT Staking的流动性的这样一个释放的产品 那么啊 我们不仅是在这样的一个Pokedot的生态 来去推进这样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在很多传统的啊 呃 更加传统的金融 我们也会去逐步的推进一些合规性的产品 来去帮助更多的机构用户 能够在啊 合规的情况下来进行使用 那么其次就是我们EVM的啊 发展 对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应该也能看到 我们有另外一位小伙伴 然后 就是这个Humbogenius 我们可以看到他 其实就是我们Akala 即将要在Q3季度推出的 也是我们最重点的一个 借贷 Kala首个借贷产品的项目 叫Pike 我们也会在第三季度来上线 对 好的 非常感谢Kali的分享 然后 大家有兴趣去的话 可以去到Akala的官网 去做更多的 相关信息的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 发起一轮抽奖 就是由Akala提供的 一共300个ACA的Token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小红包 左上角有一个小红包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参与抽奖 一共是三个 然后抽到这个的 这个ACA的小伙伴呢 可以直接扫描 就是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到Akala的公众号里面 把你的DOT地址发给他们 这样的话 你的地址里面 对 Kali这边就会给 给到你们转到 相应的今天的奖励 对 然后要提醒一下 各位小伙伴 就是如果你中奖了 然后要先关注一下 这个Akala Club的这个公众号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的地址错误 你又没有关注的话 我是 我是没有办法在后台联系到你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先关注 然后你留的地址 然后如果我们发放了之后 我也会在后台来去给你回复 我们已经发放了 好的 然后我们抽奖结果已经出来了 然后稍后我会把具体的名单 给到Kali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邀请到Humble Genius 然后Humble Genius 他是Pike和Tapio的社区大使 然后刚刚Kali也有提到 他们接下来的重心 会放在这个Pike Finance这边 所以下面接下来 有请Humble Genius 具体的来介绍一下Pike Finance 好的 谢谢 很高兴今天能跟Akala一起参与到 今天的一个活动 那我是Pike和Tapio的社区大使 那今天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Pike Finance Pike是波卡生态上的第一个对波卡原生资产的可持续收益进行优化的货币市场 那波卡生态市场其实主要分为三类 那第一类呢是DOT和DOT的衍生品 那比如说Akala的LDOT和LCDOT 那就是DOT的衍生品 第二类呢就是KSM和KSM的衍生品 就比如LKSM VKSM 第三类呢就是平行电的衍生Token 比如Akala的ACA 那Pike可以看作是波卡上DFI生态繁荣发展的最后一块并图 协议间的可组合性将极大程度上提升波卡原生资产的资本效率 以及流动性转移 Pike在Solidic上的创新货币市场协议 那基于Akala的EVM Plus进行开发 同时能聚合10岁层的协议 Pike是将会与Akala生态的金融基础构建进行生态整合 那包括了AUSD、Staking衍生品 Tapio的Stable Asset协议等等 那作为Akala上首一个货币市场 派支持抵押DOT和DOT衍生品来借入AUSD L-DOT和T-DOT将会成为首批所支持的DOT衍生品 说到T-DOT也给一些对T-DOT不熟悉的朋友介绍一下 随着PokeDOT的衍生品越来越多 那比如现在Akala上有L-DOT和LC-DOT Biforce上面有V-DOT还有VS-DOT等等 那这会产生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流动性的一个随便化 第二个是平行链之间的流动性竞争 所以Tapio跟Tiger就是自在通过 聚合不同标准的DOT和GASM衍生品 来为DOTSAMA生态优化流通性效率 T-DOT是PokeDOT上的合成DOT 它自在聚合不同格式标准的DOT衍生品 它从而提高生态效率 以及衍生品的可用性 目前在Akala上线支持DOT和L-DOT作为底层市场 T-DOT能为DOT和DOT衍生品的 T-DOT能作为DOT和DOT衍生品的高效 Swap引擎 比如DOT和L-DOT之间的一个Swap 同时T-DOT会通过算法与DOT保持锚定 而对于平行链来说 T-DOT可以使它们在不牺牲TVL的情况下 释放DOT衍生品的流动性 我们假设平行链上的原生品叫X-DOT T-DOT能聚合不同格式的DOT衍生品 这就使得了应用开发者能无份兼容产委资产 在Kusama上我们也上线了T-DOT衍生品 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去探索一下T-DOT和T-DOT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Pike通过聚合substrate称的AUSD Staking Stable Exit等协议 成为了第一个对波卡原生资产的 可持续收益进行优化的货币市场 Pike现在还没有真实上线 那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准备 在Q3我们会有一个上线活动 那希望大家能够加入Tapio跟Akala的社区 来获取我们的上线的信息 那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先到这里 好的 非常感谢HumbleGenius的分享 然后大家有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到Akala的社区和Tapio的社区 那今天非常感谢Kelly和HumbleGenius 来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然后非常感谢二位的时间 也欢迎你们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分享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